那招先发的名字叫做 侠外自重 就是利用外部的力量 有可能是朋友的 也有可能是对手的 借用这种外部的力量 能让你内部的主帅 看中你 提拔你 你有这么神吗 他的奇妙功效 你已经看见了 是挺奇妙 可你为什么一开始 不招我路 其实一开始啊 我并不想要这个位置 只是源泉公司的那个魏大姐 想把我灌醉 让我当众出丑 你本来是有威胁的人 这样一来 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 所以 我就打了电话给你 还有魏总的下属 你既帮我掉去了 那我真的没什么程度 其实吕总 他是想让我留在公司 但是又不想给我更高的位置 这个时候 我只好借用外部的力量了 我真的没有 于是 江森道具和魏章道具 在你的遥控下就傻乎乎的当场 你一到 我就提出来要走 医院怕你走了 就马上要你加盟 人群配契 这就好比想拍卖 于悦开出了一个低价 而你又开出了一个高价 魏章这个糊涂竹 掐到好处的赶牌 两排包价 两种外在的力量 把我的筹码提到了最高 于盐对新的路 有了新的认识 他公关部主任的位置 正好闲着 于是就水到渠成 太不可思议了 极其神奇美妙的一堂课 真是树一废计 你是不是觉得 我有点狡猾 齐阮小姐 你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女孩 江三 你就来我们中国做生意吧 中国的生意我一定要做 我回去安排一下 就会回来或办成或经商 我相信 我们会成为生意上 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一言为定 嗯 一言为定 我已经和靳总说了 该想办法 限制公关部的权力范围 财务部门也要嘱咐好 要限制公关部的活动资金 对 现在社会啊 没钱 什么也玩不赚 还有 尽量不要让秦其然 直接和于总接触 好 好 我现在就去找靳总 让他去和于总商量 让公关部直接对靳总负责 那他们不想让你飞起来 你怎么办 中国有一句兵家俗话 叫做先发之人 所以一会儿吃完这顿饭 我将要去见于总经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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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三 凉了 来 这次谈判啊 你是独臂晴天啊 可谓是 亏一般而见全报 于总 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但同时 我自己 也有些忐忑不安 有什么忐忑不安呢 在主持一项工作的时候 权力和责任 必须是统一的 所以我不知道 您会给我多大的权力 我既然把这么重的担子 放在你肩上 当然要给你相应的权力 无论是处理内部的关系 还是对外的事宜 我都需要口令一致 那么第一 我们公关部 在对外进行公共关系的时候 我想我们公司 无论是部门还是部门长 他们都必须听我的 凡是公关涉及的一切 都听你的 好 这第二 如果我需要到我们公司内部 各个部门进行调查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的部门长 能够配合我的工作 公关部可以行使总经理的最高调查权 这第三呢 所谓的公关 也就是对外的公关 那么我这个部门 需要绝对的充足的资金 关于这个资金 只有我自己能够支配它 企业形象由公关部负责 而树立企业形象 是要有资金支持 谢谢余总 那第四呢 我们公关部 只对我们公司最高的领导层负责 也就是说 我直接对您负责 威于筹谋 防患于卫人 好好好 果然有远见 那好余总 您可想好了 这四条 我可让小吴全部打印出来 您可要在上面签字画押的 好 白纸黑字大红戳 好好好 余总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 那我先走了啊 那个 江森先生走了吗 明天我会去送他的 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呢 很有可能 他跟我说 用不了多久 他又会飞回来的 公关部刚刚成立 我想帮一把 余总 让公关部直接由我负责怎么样 公关部的一切都在上面 我跟秦主任已经达成了共识 余总 好 我完全同意 这样最好 我相信公关部 一定会让我们公司 大放异彩的 以我的认识 不谋而合 这几套公寓都是我设计的 看来过得去 嗯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这间房子是我设计安排的 但从本意上来说 是公司为你租的 这儿离公司很近 方便你工作 这层公寓里 还住着一位你的同事 他的房门跟你的屋是协对着 尊贵的小姐 您的光临寒舍 在下深感荣幸 怎么样 看来 你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对 我是一个体育权能 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哪项运动 我呢 平时只打网球 而且打得还不怎么样 网球我打得还可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 平时我这个邻居 可以做你的肥链怎么样 好啊 到时候啊 少不了要请教你的 随时奉陪 好啊 你有很多诗集啊 对 我这人确实喜欢看诗 我这个人平时呢 喜欢动静结合 动起来玩个没够 静下来就只喜欢看书 送你本诗 是 里面收录了的 我的两天着作 是吗 那我回家 一定要好好地拜读一下 谢谢 对 静哲这个多才多艺的单身汉 总部派来的干将 该怎么看他呢 他看起来好像很风趣 也会体贴人 可是跟他近的人 总是和我处处作对 他能答 算了 不想了 感谢观看